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她的事业也是历经多次大起大落 如今人气也早已不复当年 而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并非是她 而是她的第一任女友江兴燕 世人常说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如今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三年 那个因嫌弃张卫健太穷 而狠心与她分手的江兴燕 如今后悔了吗 1984年的一个夜晚 17岁的江兴燕彻夜未眠 经过一天一夜的深思熟虑 她最终还是决定 在考试和比赛之间选择比赛 把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机会献给了偶像梅燕芳 因为比赛官方告知 比赛当天梅燕芳会出现 一向喜爱梅燕芳的江兴燕自然不会放过 只不过 让江兴燕没想到的是 这只是官方吸引人的一个幌子 当时一直到比赛结束后 也未曾见梅燕芳的影子 而江兴燕也因此错过了学校的考试 无法再继续上学 不过幸运的是 这一次亮相让她被星探发现 邀请加入娱乐圈 那一年她才刚满17岁 没有迷茫胆怯 仅仅几个月就凭借资深能力 被一家公司牵下 直接让其担任青少年节目的主持 虽然没什么舞台经验 也不懂主持的邀请 但就是这样一张白纸的她 凭借活泼的性格 顺利地完成了第一次主持 之后的她仿佛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主持欢乐今宵 她用搞笑的主持风格赢得一众喝彩 甚至自创搞笑形象非用Maria 令人捧扶大笑 不仅如此 模仿能力更是一流 偶像梅燕芳都没能逃脱魔爪 之所以这样说 是原因江兴燕因为喜欢梅燕芳 在节目中模仿偶像的一举一动 不能说一模一样 但七七八八还是有的 所以被人称为半野天后 之后的她不仅设计音乐 在影视行业也有一席之地 17岁进入娱乐圈 凭一人游走在各种场合 如果只用一句聪明来解释 显然有点苍白了 1967年生于中产家庭 一家三代都是做糖浆生意 所以她们在江界首居一纸 产品甚至外销欧洲 江兴燕可以说是一个小富婆 除此之外 江家家规奉行严以律迹 读书读的是女子中学 禁止发展男女关系 课外活动也是景奇书画 以及管弦乐团之类的 虽然家规严谨 父母严厉 但她们一家人非常幸福 父母十年恩爱如析 当时江兴燕的愿望就是 能够在家相复轿子 可现实总是跟她对着干 1985年一个穷小伙张卫健 凭借一首恋爱交叉 终于熬出头 同时也收获一个小师妹江兴燕 两人当年同属新秀歌手 又参加过同一个节目 张卫健见到江兴燕的第一眼就认定她了 发誓要跟她度过往后余生 所以两人在一起后 张卫健把江兴燕宠成公主 虽然工资少得可怜 但她对江兴燕却大方得很 可以用 彭在手心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来形容 只要是江兴燕提出的要求 她总会极尽所能满足 哪怕是找朋友借钱 简直就是朋友眼中的24小男友 而那时的江兴燕也确实十分感念张卫健对自己的付出 因为她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父亲 还能有第二个男人对自己这么好 但是那几年时间张卫健的发展并不好 相恋后的第二年 张卫健没有收到导演的邀请参演节目 作为演员没有节目可演 就跟没视野没两样 不过话说回来 当初到的张卫健已经做得很好了 只要有人邀请她就会去出演 即便是跑龙套也无所谓 只要能挣到钱 就能给女朋友更好的生活 1987年 张卫健参演了无限第二次开拍的 金庸武侠名作《书建恩仇录》 但是身为配角的张卫健 并没有因此成名 依旧拿着极少的工资 直到1989年 张卫健24岁 江兴燕22岁 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家的年纪时 江兴燕却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彼时的张卫健在演艺圈一直没有什么起色 总是参演配角 拿着低微的工资 而且她为了能够给江兴燕更好的生活 将积蓄都拿出来做投资 结果亏得血本无归 然而江兴燕却因为主持节目 认识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 有富二代 有大明星 这些人当时谁都比自己的男朋友厉害 于是在33年前 两人经过5年的恋爱之后 江兴燕看着落魄的张卫健 狠心向她提出了分手 分手的时候 张卫健虽然不舍 但又无可奈何 因为她知道 分手的原因就是在自己身上 是自己没钱没本事 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兴燕离开 当时她只说了一句 能不能再给我一年的时间 而江兴燕也说了那句 我已经等了你5年 你现在连家庭都养不起 将来拿什么养我 其实作为一个女人 为将来的生活做打算是有必要的 如果在恋爱期间看出这个男人没有上进心 果断离开也是正确的选择 但是当时张卫健并不是没有上进心 而是机遇不太好 没有碰上让自己走红的影视剧 就这样 江兴燕离开了当时很穷的张卫健 转身开始寻觅下一个男友 然而就在江兴燕离开后的第二年 张卫健就因为出演《老友鬼鬼》而走红 也是在这一年 他又因出演了神话剧《日月神剑》与郭靖安分世日月神侠 创下当时香港剧集收视率的最高记录 彼时的张卫健已经从一个处处茅庐的熊小子 摇身一变成了演艺圈的抢手人物 挣的钱自然也是蹭蹭蹭的往上涨 后来几年时间 可以说是张卫健最为巅峰的时候 出演的《逃学外传》《超级学校霸王》等节目中 各种大咖给他作配 然而江兴燕也不甘落后 经历了两年的单身生活之后 在一次聚会上他遇到了富商吴基逊 和张卫健一样 吴基逊也是对江兴燕一见钟情 然而得到富商的青睐后 江兴燕真的会过得更好吗? 1991年 单身两年的江兴燕 在参加一场宴会上被富商吴基逊紧情锁定 吴基逊对江兴燕一见钟情 并展开猛烈的追求 不同于其他富商 吴基逊投资的不止钱财还有时间 只要江兴燕要见面 二话不说就出现 无时无刻陪伴在身边 很快吴基逊便收下了江兴燕这颗心 相连一年就订婚同居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好事将近时 这场婚姻十年后才姗姗来迟 另一边 在1997年年底 张卫健在拍摄《欢喜游龙》的时候遇见了张希 当时张希嘴里哼着一首歌 张卫健走上前去问他 你知不知道这是谁唱的 张希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哼过之后 他还当着张卫健的面说了一句 俗死了 事实上 张希哼的那首歌正是张卫健演唱的《哎呀哎呀亲亲你》 听完张希的回答后 他脸都凝歪了说道 这是我唱的 因为那个时候张希并不追星 也没有听说过张卫健这个名字 只是后来张卫健为了追他 送给他一个非常精致的茶壶 因为当时剧组谁都有一个自己的茶壶 就因为这个细致的举动 两人便熟络了起来 并很快成为情侣 也是在这一年 张卫健因为在拍摄西游记续集的时候 要求加工资 结果被血藏了两年 不过当时张希并没有因此嫌弃张卫健 还是义无反顾地要跟他在一起 虽说后来两人的感情之路依旧坎坷 但时至今日 他们依然很相爱 而且张卫健现在的生活也很好 把张希当成公主一样的宠着 然而当年选择抛弃张卫健的江心燕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2001年7月5日 江心燕终于如愿以偿地嫁入豪门 成为吴基逊真正意义上的妻子 这一刻 江心燕等了十年 婚礼当天没忍住 一直哭个不停 是庆祝十年终于有结婚 也是庆祝自己少事的梦想实现了 而吴基逊也是发誓承诺 为照顾江心燕一生一世 为此 婚后江心燕干脆直接退出娱乐圈 开开心心做一个阔态 可天不随人愿 熬过七年之痒 共赴十年之约的他们 并没有相守一生 2013年 坚持了12年的婚姻宣布告终 明面上是性格不合 网间传闻却是另有他因 网传两人结婚后 吴基逊便暴露本性 酗酒赌博成性 甚至外面有人 只不过刚开始是偷偷摸摸进行的 后来直接明目张胆了 这才让江心燕知晓 二话不说选择离婚 离婚之后 江心燕说自己不会再结婚 可见这段婚姻给她带去了多大的伤痕 她说我不会再考虑婚姻 可能会找个新伴侣 而不是老公 可以说当初选择离开张卫健 转身和富商在一起的江心燕 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 但却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 而如今已经55岁的江心燕为了生活 又不得不复出拍戏 2021年5月 参演了一部电视剧《一笑杜凡间》 而江心燕在里面只能扮演一个配角丁大娘 所以现在的她比起当年可以说是更惨了 想想当初还是知名主持人 而且拍戏唱歌样样都来 而如今却沦落成了边缘角色 反观张卫健和现任妻子张希在一起后一直把她宠着 而且她的名字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存在 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只会讨好他人的穷小子了 如果当初江心燕能够陪伴张卫健 度过那段平淡的日子 现在或许能够成为一段佳话 富家女嫁给穷小子的故事也能感动不少人 但是她为了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不愿与她共苦 抛弃了爱自己的男人和富豪在一起 又有什么理由与人同甘呢 时间过去了33年 或许江心燕也曾后悔过抛弃张卫健这件事吧 但不管怎么说 如今的她已经不再值得谁的同情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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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